每逢到大時大節都會多了爬手出沒 不僅是,有很多市民都會趁著這些智日 帶比較多的金城出街 所以大家無論去到哪裡都要提高警覺 好好保管自己的財物 喂,喂,去哪裡了? 今天做節,我們去街市買點菜吧 是啊,今晚他們每個人都回來吃飯 是啊 是啊,兒子喜歡吃蝦的 是啊,買得更好一點 來吧,趕快點 哇,這些菜值得吃,大哥 多撿一堆給你 是,多謝了,多謝了 下次光顧了,多謝你 喂,過來吧,很漂亮,很漂亮的菜 又便宜又漂亮 你菜身怎麼買? 朱姐…這些菜是15元 便宜一點,今天這麼貴 做節,朱姐 便宜一點,街坊街里 好吧…見你光顧了,便宜兩元給你 好,給我撿兩斤 好…兩斤,好的 喂,還有一條蔥 哇,你真是懂的 洪叔,你娶著他真是好,慳家 蚊子有不能唱嗎 朱姐,晨早溜溜,剛剛開檔 哪有能唱 老公,那你先給我吧 行…我有信息 老闆,你選兩斤多少錢 你怎麼搞的 10元,10元 10元,10元 漂亮啊,不用選 為什麼? 你怎麼搞的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等等先,不好意思 這兩個爬手的法案手法是 他們先在街市附近範圍 觀察一段時間 當他們找到目標之後 其中一個爬手 便會走近女士主身邊 借點衣撞去 分散她的注意力 而同時間,另一個爬手 便會很快地 偷走女士主身邊的錢包 不好意思,我遲了你 不要緊啦,想吃什麼 稍後再說,我想去廁所 好 喂,我到了,你在哪裡? 不見你 在哪裡? 在中間 好,現在過來 來吧 這兩個爬手在餐廳裡 一直在找位置 一直在那裡聊電話 其實就在找目標 當女士主去廁所的時候 其中一個爬手便走近男士主桌子 用衣服作遮擋 而同時間 另一個爬手便趁機會 偷走女士主的袋子了 好 近這幾年,多了食物用環保袋 這類的環保袋 無論在懷疑大堂使用來講 的確方便了很多 但是不過 由於這類的環保袋 大部份都是沒有拉鏈和比較薄 就不是那麼適合放置自己的個人財物 而有部份的市民 為了貪方便 會將自己的個人財物 例如是所有的電話 銀包之類的藥放在袋子裡 其實這樣做很容易引起 殘忍的淚然 而有些爬手 甚至用鋒利的刀片 直接擱開市主的環保袋和背囊 探索內面的財物 所以大家用這類的袋子的時候 要提高警覺了 喂, 丙記, 阿世 對了, 罐頭包賣光了 你今天來不來 那下午就來吧 好, 再見 柯老闆, 不好意思 我想看看那罐的牌子 這罐快沒過了 你看看 好, 好 看錯了, 不是這罐 不好意思 給我來 好, 好 看錯了, 不是這罐 夠了 夠了 2013年, 1月, 11月 我們警方總共收到 1288宗打荷包的舉報數字 在2014年的同期 就下降了20幾個% 大概是900多宗 而至於 在店內盜竊的案件 在2013年和2014年的罪案數字 大概是差不多的 這兩種罪案 其實市民是可以作出提防的 最重要是記住 財筆可以露眼 一定要將你的財物 收好些, 收埋些 那就一定大大能夠減低 你們被盜竊的風險